抢救学生国语文能力来看看不一样的做法 汉光教育基金会主办的古典诗词谱曲创作表演竞赛 吸引全台15组高中职团队参加 结合了传统和创新 但您看到青年学子如何用歌唱和舞蹈 表达对古典诗词的喜爱 打着赤脚带着斗笠 师大夫中1289班的同学 用活泼的合唱对唱表现欢乐的农村生活 重新诠释古典诗词 采茶很快乐 就是欢乐吧 就是一个大团圆吧 因为我们是学音乐 所以就对古典诗词这一块比较有研究 希望把那个传统传承下去 把传统传承下去 将古典诗词融入现代生活 就爱新欢歌唱表演竞赛 想要让更多人发现古诗词的亲切有趣 对于古典的诗词来讲的话 他们的整个认同跟认知上面的话 跟过去比较来说的话 相对来说比较弱一点 因此我们办这个活动 是希望说借由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的学生来参与这样子 甚至于喜欢诗词 因为诗词是被我们最精致的语言所呈现的 那它所呈现其实我们传统 中国人的那种情思 那种情思我们到现在也能符合的 学者也强调在古诗词的世界里 随着阅历增长 会对内涵有不同的认识 小时候念床前明月光到80岁念床前明月光的感觉 不会一样的 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对诗词的一种 鉴赏能力 欣赏能力 靠着是我们自己的年龄成长 生命的那种滋润等等 拍手唱歌 希望传统文化的种子 已经扎根在青年学子的心灵 找到代代相传的心机 新唐人亚特电视鲁天长吴波轩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